各位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上册 我们来到这个第100页和101页 所以第一项的用数是算一算 所以例子给了你 所以是5-4 所以就是5-4得到1 1-0得到1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所以这边是1的答案 所以横式的答案也是要写 那么指示的答案就在这边 那么第一题 ok 68-5 8-5我们得到3 那我记得可以用手指来算 8-5我们得到3 6-0或是没有东西要得到6 那么不是得到0 所以这边我们就得到63 ok这样去我们看这个第二题 第二题0-0我们得到0 4-1我们得到3 所以这边是3 10 第三题7-7我们得到0 不是得到7 所以4-2我们得到2 所以所以这边呢就是20 ok这样去我们看这个第4题36-12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自己写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自己写 这边算是6 减掉12 所以呢6-2 我们从右边开始算 6-2 这边得到4 3-1我们得到2 ok 所以这边是24 记得不要做成加法 ok这样去我们看这个第5题 3-1 第5题你也是要自己写 所以这个95-4 10 所以5-0我们得到5 不是得到0 所以9-4我们得到5 所以这边答案就是55 ok这样去我们看这个第101页 ok对的算是画购 ok这个要用到算盘 那么你在买算盘的时候就还是买这个有一个按钮了 所以这个可能有些一年级哦 就你买这个下次就可以用多几年了 所以这个呢我们通常是一年级34用这两排哦 那么这个我们叫上足 这个我们叫下足 上足我们代表是5哦 那么下足每一个是代表1 每一个是这个代表1 ok 所以就这样我一按这个 你买这个有了哦 你不用自己去弄哦 所以这个一按就代表是0了 好像这样讲哦 开着了 所以代表0哦 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题啊 ok 现在我要把它缩小一点点让你方便看哦 ok 这个第一题是这样 那么一来的时候我按了是0先哦 那么推两力下足上去哦 在这个第二排哦 那么这个是4个哦 所以自己算起来呢 我们讲是这边是2哦 这边是4 ok 那么算盘其实是这样 算盘的 他发明的好处就是 你一做就可以知道看到答案了 所以这边呢 在右边这个箭头过后呢 是最后的答案了 就是我等于过后了 所以这边呢我们知道是 2哦 就代表1 2哦 因为我们记得 啊 这2啊 这比较黑一点哦 那么这个已经拉下去了哦 所以这边是2 0了 但是这边呢是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呢就是 减掉4个哦 所以这边算起来是减4哦 ok 所以这边啊 ok 为了比较方便点哦 我应该要将写比较好点哦 所以减4 那么等于 就是得到20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啊 24减掉 20 24减掉4哦 我们就得到20哦 所以这个是打购在这边哦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用的哦 ok 所以 给他们算盘你可以试看自己用啊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 他的用法是讲了 那么老师直接去到第二题哦 那么我就放大一点 可以放大一点 那么我现在没有用算盘哦 ok 看下你能不能理解哦 所以这边呢我们知道是3哦 我们推3个上去 这么推1个上去 那么我们减什么呢 因为这个拉下去 我们减这个 10罢了 这个是代表10哦 这个是代表1罢了哦 所以这个是拉1个下去代表10 所以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最后答案 这整个是最后答案哦 所以就10 20 10 20 21 啊所以这个是21哦 ok 我看这样子会好一点哦 这也是2 这也是1 这也是等于 刚才我就讲减10哦 因为这个是减10哦 好所以就这样哦 所以31减掉10得到21 所以这个和这个是吻合的哦 所以就是这个哦 ok 要去到第三题 我们看这个 ok 这个你看直接 答案哦 你一找到这个的话 就可以直接得到答案哦 所以记得我讲过这个上组是5哦 5跟1 这边是6哦 5 6起 啊所以答案明显答案是这个 但是我们也是要检查哦 所以这个是最后答案55 我们看一下哦 所以这个5 这个5 所以这边就是5 还有5哦 所以这个我先写等于先 ok 减什么东西呢 他拉一个下去 所以是拉10 拉11拉12 所以是减12哦 所以和这个这个是吻合的 给家圈们看这个第4题哦 给第4题 那我们知道多数是19哦 所以这个是11 5 5 6 7 8 9 那我们知道断定要减什么 那我们先写等于 那我说这个是最后答案哦 所以这边只是 1 在这边哦 然后 这个呢 就是123哦 所以这边是 这个123哦 那么减什么呢 我们就看这边的箭头哦 你看 拉回去 一个5哦 再拉回去 一个1 1哦 所以5跟1 这边是6哦 所以呢 19减掉6 我们会得到 13哦 所以就是这个哦 也教训我们看这个第5题哦 第5题 那么这个1234 所以4哦 这个40哦 5 6 7 8 所以这个是48哦 所以我们明显就答案是这个 但是我们也是要检查一下哦 所以这个最后答案是什么 这个是10哦 那么这个123 所以这个是3哦 那么等于我先写 那么减什么呢 我们就看这边的箭头哦 那么这个箭头 就 啊 他拉下去的是3个哦 所以看到这边拉上去的是3个哦 所以是30哦 那么拉什么呢 35哦 所以你看这个 你注意看这边是黑哦 比较黑到晚了 这边是一般黑 一般没有黑哦 一般黑哦 所以这边就是5哦 啊 所以就是48减掉35等于13 所以和这个是吻合的哦 OK 这个算盘有时候会对你来讲可能有点挑战的 那么你多练习的话 是啊 没有问题的哦 所以老实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这个是一年级数学活动本母上册 我们来到这个第100页 和第101页哦 OK 如果OK的话你可以在这边subscribe哦 那可以看起来有关键视频在这边 那么在这个视频下面这个链接 你可以按哦 你可以加入练习所开发这个Tekker Robot哦 你可以加入练习所开发这个Tekker Robot哦